太魯閣事件 陳台鐵73年來最嚴重事故 交通部長林佳龍 目前卻只有口頭請辭 要真相 2013年洪仲秋冤死案 國防部長高華駐 兩度向洪仲秋家屬 以及社會大眾道歉 也下台負起政治責任 新聞2000年 四名工人在巴掌溪河床上 當洪水圍困最後被衝走 嚴重的救援疏失 當時追究層級更是一路向上 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游錫昆 主動請辭獲准 資深媒體的趙少康 也點名交通部長林佳龍 必須要立刻下台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要負政治責任 重大事故不能每次都苟且混過去 總要有大官負責給受難者和家屬交代 現在不是談我個人的這個去留的事 我該負的責任絕不回避 我也會負起最後的責任 行政院則證實林佳龍已經向院長蘇貞昌 用電話口頭請辭 難道想把防火牆只設在林佳龍身上嗎 從林佳龍到蘇貞昌 政務官沒在第一時間請辭負起政治責任 那誰又要給受難者和家屬交代 記者將當環城進行台北 測報道